说出门戴口罩病毒把您让 有时候是忘带口罩了 就感觉跟忘穿衣服似的 老不好意思了 可下面这位明明嘴上戴着口罩 却愣冲老愣的 跟民警乍上吃了 我要工作 陪我怎么做的 我陪我 我口罩怎么没带 你不是你要干嘛 我就不带好了怎么着 这位大哥挺不分 地铁站里没分寸 摘了口罩一顿喷 我看你是想进去蹲一蹲 怎么了怎么了 行 收拾我收拾我怎么了 怎么了 他让我把口罩把鼻子遮住 对 我现在还没遮住吗 你现在遮住了 刚才没遮住了 干嘛我怎么没遮住啊 你看现在又掉了 怎么了 不是 不是 这也是 不一定的吗 不是你稍等我 说啊能客气 不是怎么客气 把口罩带好了 你说怎么客气 把口罩带好了 公共场合正确佩戴口罩 这已经是常识了 就提醒一下把口罩戴好 也不知道这大哥 哪来这么大的气性 对着民警 这一顿娇小 大哥 是有人惹你了吗 当时咱们那个 战方工作人员 包括安检员啊 就说配戴好口罩 好心战 但是咱们这名男生 都要执意心战 拒服配合 工作人员的劝阻 你想干嘛 我问您是不是喝多了 我没喝多啊 那现在能客客气的说话 怎么了 客客要工作 陪我 咱们说自己 我陪我 我口罩怎么没戴好 你不是你要干嘛 我就不戴好了 怎么着 这大哥 把自己口罩摘了 一顿狂喷还不算完 扯完自己的 还上去就想把民警的口罩 也扯下来 既然你不要脸 那就别怪 不给你留脸了 眼瞅问题越来越严重 但大哥却没有悔悟 在作死的路上 越走越远 这事确实没完 但是大哥 你的预判偏差挺大 最终 这位疯狂的大哥 因阻碍执行职务 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这挺大个老爷们 让咱们说你点什么好啊 该说你奸呢 还是说你虎呢 这好歹不分呢 啥也不是 好想帮助线ος